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啊 太棒太棒太牛了 真的 我相信我的东西可以帮到很多人 就像你相信你的东西可以帮到很多人一样 给你的邻居一个微笑 给每一个给遇到的陌生人一个微笑 给中国一个微笑 那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中将充满了正能量 唯有坚持自己的道路 把梦想做到极致获得的成功 才是最大的成功 所有的观众 你们如果今天看完这场演出 你们能够改变一点点 那你们今天的收获 会比今天得到一张林志颖的签名 收获得更大 最终90号选手许豪杰脱颖而出 惊喜四强 本周超级演出家迎来一周双赛 周四鲁玉队组内大战四强诞生 中午总决赛事业上演巅峰对决 感到到 今晚鲁玉战队开启对决模式 四位选手将分组对决淘汰 通过两轮比赛 胜着一个竞技机会 负责直接淘汰 导师最终选出唯一一位选手 最级四强 本周周四周五 挑级演出家 连播两天 导师陈武裕为队员带来 时尚最特别演出集训 做饭跟讲演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 讲的东西要有趣要好听 但我需要有一些营养 然后火候很重要 你拿捏的分寸 讲的是不是到位 然后口感是不是好吃 都很重要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来 这次我们跟鲁玉姐待的时间会更长 我从她身上学会的更多是 聆听感受 用心去表达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的风格是什么 我觉得量长必短 我就是我自己 不管我也没有进去 或者是 不管发生任何状况 我讲的话都一样 莫忘初衷 我刚才说的东西都说过来了 对 我就是我最终 我还是不来 所以我对我来说不注意 赛事激烈 精彩不断 中级对抗 大幕即将拉开 哈喽各位 欢迎你在周四的晚上锁定安徽卫视收看超级演说家 本来我们是由曼陀斯清静武汤口香糖 与一气大众大众品牌旗舰车型麦腾联合冠名播出 有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 咽喉健康领导品牌蔓延书您特别精彩呈现 为梦想加油 为坚持举杯 中国梦梦之来梦想助力基金 全程公益支持超级演说家 您还可以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发送短信 或者是参与微博互动 就有机会赢取iPad迷你一台 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全中国最会说话的四位导师 今天晚上要进行组内对决的导师 鲁玉老师 鲁玉老师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组里的四个人 今天比完赛之后 肯定要走三个就留一个 然后其实最后的决定 全是在我手里 谁走谁留 所以那感觉是超级不舒服的 这好看嘛 内讧才好看嘛 我们没有内讧 我们感情特别好 我今天还是很高兴 要看鲁玉这个笔的 因为鲁玉在杀别人的孩子的时候 那个刀是非常快的 今天我看他杀自己 你杀别人的孩子快吗 当然你是刀不沾血的 然后今天看你要杀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特别的快 我觉得我们今天三位 一定要好好地帮助鲁玉 让鲁玉今天内心更纠结 这是一定的 好的 谁会是第一个登上超级演说家舞台的选手呢 鲁玉老师 我们听你说 谁会第一个 你问我吧 有一些问题你永远都不要问别人 比如说你永远不要问一个女人 你是不是怀孕了 因为她很有可能就是变胖了 当然你也永远不要问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这么瘦 很有可能 她就是喜欢这么瘦 我遇点说自己的事 你可以很好奇 很关注 但是你最好不要评论 尤其不要武断地做出一个结论 去判定别人是不是快乐 因为快乐和幸福没有标准 生活中最常出现的情况是 你一出生 在你父母的眼里 你就是个宝 你是最好的 但你很有可能跟每个人一样 我们都是资质平平的孩子 你成绩很可能一般 你可能在整个青春期 脸上都是青春痘 不要说早恋 异性同学根本不会多看你两眼 你勉强考上大学 当然你会恋爱 你会和那个她 一起在晚上去逛马路 你们可能会指着远处一个高楼 说那个窗户 看到那个灯光没有 有一天在这儿 我们也会有一个窗户 会有一个灯光属于我们 这样的生活在我看来当然艰苦 但是有没有快乐 有 因为它有希望 我采访过大概两千多个人 这意味着我至少聆清过 两千多场人生 我们常常会谈到爱情 每次谈爱情 我们都会谈两个人 相识之初怎么样艰难 认识之后 中间曾经分手 如何心痛 如何流泪 我们也会谈事业的成功 但是谈到成功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起步如何艰难 创业的时候 怎么样遭人白眼 被人拒绝 怎么样被人骗 所有这些你在谈的时候 眼光中会有一些眼泪 更多的是一种骄傲 甚至有一些留恋 会有感慨 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所谓的快乐和幸福 永远是进行时 在我团队里面 我总觉得龙阳应该是那个相对 最幸运的孩子 每次你听你会觉得 他讲得很轻松 很有朝气 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龙阳会告诉你们 不要用你们的标准 来限制我的人生 因为你们不知道 我想要什么 龙阳想要什么 他会自己告诉大家 我们掌声欢迎龙阳 龙阳的优点呢 是他的口才 他的弱点 相信他的生活中 完全不会做饭 完成这稿子之前 你要对资料有所搜集 整理 然后最后 再变成你自己的语言 这个做饭的过程 真的跟讲演的准备 是很像很像的 想起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讲 她说这个菜看起来特别简单 但其实就跟做人是一样的 因为你水如果一旦放多了 那么煮出来的形状就抛起来 很难看 你就不要吃到欲望了 那其实做人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知道的很多 你就膨胀 就这么大 但是如果你分量不够 又拿不上台面 到时候听到就觉得 妈 我吃的不是单身人生了 但这样很好 你可以把这用到你的讲演当中 龙阳今天的鸡蛋羹 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挺难的 然后它还能够从中 提升出人生的大意 我觉得不错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的风格是什么 我觉得阳长必短 我就是我自己 李琳 小胖 李宁 让我们一起好好享受这个舞台 四位老师好 大家好 你刚才在后台听到我说 你是第一个上场的 你是高兴呢 高兴 因为我希望给我们鲁鱼战队 带来好的运气 哦 对 我们站队有个名字 叫闪电侠 第一 我们希望像鲁鱼姐一样 瘦成一道闪电 哎呦 我的天哪 第二呢 我们希望每一个鲁鱼战队选手 上场都会有这种效果 就是平地一声响 鲁鱼队闪亮登场 这你们讲的口号是吗 我讲的 你这劲啊 你这劲如果使给别的队啊 就使对了 关键今天是你们自个打自个 没关系 每个人还是保持这样的气势 对 你们四个在台下有交流过吗 还是心里面已经开始打起自己的小九九 又来了 你们就猜测过 你现在就告诉我 你们四个人怎么勾心都讲得好了 怎么好就不要讲 他这个人为什么这么 他就怎么这么讨厌 你看他这剧人 我们勾心都找了主题歌就是 把你的心我的心传一传 传一个同行人传一个同行人 是我师妹 讲了脸 可以有谁听 我记得你第一次演讲是 女汉子的人生智慧 对 演讲完我就特别喜欢你 我都忘不掉你 哦 因为他说女汉子的人生智慧的时候呢 不一半就是在表扬我媳妇 对 然后紧接着你又 又有一次演讲是 有一种付出叫心甘情愿 是一位女电视工作者的一种情况 又是你老婆 我依然还是认为在表扬我媳妇 那你要不要看见今天会不会再表扬 所以我就做个大胆的预测 不管啊 仅做参考 我认为龙阳必须要走到最后 因为夸你老婆了是吧 只要我看见她 我就仿佛看见我媳妇 谢谢 陆玉 把她留下吧 好 好 好 龙阳你 你静一下啊 第一个上场 我觉得应该最没有压力 想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 好吗 好 来我们听你说 女生外表 汉子心 听最猛女汉子龙阳说 圣女不圣 相信在生活当中 很多和我一样的工作上的拼命女三郎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疑问 你干嘛那么拼啊 工作多累啊 找个好人家嫁了算了 女孩子干得再好 也不如嫁得好啊 每次我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很无奈 因为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好人不是你想嫁 想嫁就能嫁呀 是吧好人 就像每一次 我们怀着特别虔诚的心 把自己打扮得特漂亮 去相亲 然后总会碰到一波的奇葩 上来一个男的 就开始玩生辰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会飞吗 我想了一下 因为你不是鸟啊 他摇摇头 No 因为这个社会 折断了我的翅膀 哎呀我去啊 再见哥哥 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 说话还挺正常的 他开始跟我聊 这个一米六五以下的不要 一本以下的不要 外省的不要 我一听 我挺符合条件的 然后他说 生女儿的不要 我谢谢你啊 生女儿是我们女人能决定的吗 您不觉得是您自个儿有能力方面的问题 您说 遇到了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谈 我们爱都没法爱 怎么谈呢 那这个时候男生就会说了 少来少来 你们女生想嫁的都是高富帅 所以找借口 但是我想说 嫁的好 绝对不适合金钱划等号 尽管我们不排除 今天的社会有些女人 想嫁给高富帅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但是更多的女生会和我一样 愿意在自行车上笑 可问题就是 很多的男生 他不仅让我们坐着自行车 还让我们在自行车上哭啊 比如说 我头好疼啊 喝点水 哎呦 肚子也好疼啊 喝水 喝水就好了 人家脚也扭到了啦 喝水 喝水就好了 喝你个大头啊 应该不使水通 穿了一件特漂亮的裙子 亲爱的 我好看吗 要么他就说 老婆你穿什么都好看 敷衍 要么他就说 不好看 你不爱我 那还有一种 正确团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 走向我 把我压在墙角 然后一顿乱吻 就对了 当然多年以后 你回过头来看这些 评判爱情的标准 会觉得多么的幼稚啊 就像现在的鲁鱼姐姐 你肯定不会看得上 这样的想法 对吗 当然也不一定 也许你就喜欢一顿乱文 对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今年三十岁了 二十三岁那一年 他走出大学校园 结束了和男友六年的恋情 之后的七年里 他经历了好几段不同的感情 可是最后切着他走进婚姻殿堂的 却依旧是初恋的那个男友 他说 时间 教会了我们两个 怎么去爱 其实爱是一种能力 时间会帮我们沉淀这种能力 你要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会有一个人 他会穿越茫茫的人流 怀着沉淀淀的爱 和满腔的热情走近你 抓紧你 只是你要等 而当然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强大 因为你喜欢的那个人 最适合你的那个人 一定是在你变得最好的路上 和你相遇 谢谢 我真的觉得你做到了你的导师 卢依老师交代你的 非常的放松 你今天表现得超乎我的想象 内容有一点点问题 这是你先天的精力不足决定的 但是因为你讲得太好了 所以从头到尾 我其实忽略了 你要讲的最终主题是什么 我只是很欣赏这个过程 很享受这个过程 你讲那几个笑点我都笑了 那些故事我都记住了 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棒 谢谢卢依姐 是你让我有这么大的幸福 真的 谢谢 但是因为你很棒 就意味着我接下来会越来越痛苦 你觉得干得好 重要 还是家的好重要 我觉得干得好 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这么年轻 有什么好不好 就是当你面对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对你提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你会内心的声音非常的坚定 不会因为他们的疑问 去左右自己的判断 我个人觉得 嫁得好很重要 因为工作是你争取你分配 而家庭 这个生活完完全全在主宰着你 爱难猜能 何必猜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的心 不要去猜 你会的心思 我前面的 别猜 干得好 主动权 更多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嫁得好这个东西 被动性会比较大 如果你希望你的一生的命运 由你自己来掌控的话 我认为第一步 先尽量想办法 干得好 这样你的主动性 就会变得更强 这都是理论 我告诉你我的生活 我生活就是 嫁得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是干得好重要还是 娶得好重要 娶得好重要 因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一定有个成功女人 因为我知道 我会去干得好呢 是评价的标准太多了 但是在家庭里面 是嫁得好还是娶得好 我觉得这个标准 是一个小范围的 相互之间 能有一个容忍和默契 因人而异吧 不猜了 其实我在演讲稿 最想讲的就是 每一个女孩都明白 最后都是要回归婚姻的 都要嫁得好 但是呢 好人不是你想嫁 就能嫁得到的 所以在等待好人 出现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因为只有你变得更好 你才会缩短 遇见那个好的她的距离 一定要把她送到 最后的比赛 我预测 你一定能走到 下一场比赛 谢谢 大家也要给我加油哦 接下来要登场的 那个选手 你也不知道是谁 你最害怕 跟谁一起 进行这组的对决 最害怕跟小胖 小胖为什么 对 因为我跟小胖 是关系最好的 我的 今天的发型 是小胖帮我做的 小胖 龙阳最怕面对你 但是第二个要登场 会是谁呢 卢宜老师 我们听你说 有一对夫妻 结婚五年 孩子三岁 他们爱情其实挺传奇的 当时两个人相遇 是因为一场车祸 老婆开车 把老公的车给撞了 然后因为处理交通事故 两个人就认识了 然后就结婚了 所以老公老说 是我老婆追的我 追是追尾的追 然后几年之后 有一次大家一起聚会 老婆的一个闺女 说出了一个秘密 当年的那个车祸 其实不是意外 是老婆的一种设计 因为老婆之前常常在路口 开车碰见他未来的老公 也开了一辆车 老婆就想 那个人开的车还不错 那个男孩看起来也还不错 就设计了一次车祸 小智你觉得这事后来 结果是什么 应该 如果他们是彼此相爱的 我觉得会 还蛮高兴的吧 你觉得还在一起 对 李勇呢 你觉得 我觉得这老公 应该更爱这个老婆 乐嘉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分手了 这是个真事 最后的结果 像乐嘉说的那样 老公跟老婆离婚了 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 至于吗 你们俩看起来还不错 干嘛就离婚 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从这个故事 我听到两个词 印象很深 一个是还不错 一个是就喜欢 今年十月份 我的身边很多小朋友 都结婚 不少人在谈到自己 另一半的时候 都会说 他工作还不错 他的爸妈对我还不错 他对我也还不错 将来我们在一起生活 也还不错 我想还不错 是一种快乐 也是一种幸福 但是我身边 还有另外一群朋友 很多是我的闺蜜 他们是一群 大龄的 单身的 女中青年 很多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就是 我就喜欢她 我就是要找一个我爱的 就是要找一个爱我的 所以他们很多人 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孤身一个人呆着 但是说句实话 从我内心深处 我是欣赏后者的 虽然他们很孤单 但是我相信 你真心想要一件事 想要一个人 有一天你可能 你可能会想 今天没找我 我两人呆着 你接下来会上场的 这个队员 我非常成奇 刚才被龙阳猜中了 显得我这个人 非常不厚的 就是黄小胖 我想小胖 在后面可能又快哭了 黄小胖来自台湾 他以前是一个化妆师 刚才龙阳也讲了 他以前做一次工作 会有两千人民币的收入 其实是还不错 简直是非常好 但他就是喜欢表演 学了表演之后 他表演一次 只有两百块钱 一个月可能只有两三次 这样的机会 但黄小胖说的好 人生就活一次 我就是喜欢表演 又能怎样 我想小胖是真正 懂得疼爱自己的人 因为还不错 是社会的 别人的那种限制 那种标准 而就喜欢是你内心的满足 只有你内心满足 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想说 黄小胖是真正懂得生活的 真正疼爱自己的人 我想我们用掌声 来欢迎勇敢的黄小胖 小胖你自己哭 我看了我看了我看了 我看了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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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丝地瓜 你可以尝试一下 哦 哦 天哪 演说的比赛 对我来说是冲击 是人生的挑战 做菜 那更是人生的一大挑战了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你要讲的内容 我知道是跟梦想有关的 做完之后你要趁热吃 一旦凉了 你就拔不起那个丝来了 人最后弄想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不趁早不尽快的话 你会后悔一辈子 今天好像脱离了比赛的那一种 很严肃的氛围 很不自觉的 你就把一些心理的故事带出来 或许这就是李玉姐她要的吧 让我安心的再把自己交出去 因为有了队友们的鼓励 跟李玉姐的鼓励 我决定把自己一些比较内心的故事讲出来 好帅喔 就让我们好好表演吧 大家加油 各位大家好 还有我的导师大家好 你说实话 上场之前哭了几次了已经 今天还好 三次 好 我很欣慰 哎呀 黄小胖 我记得 我第一次是给你亮灯了 再给你选鲁玉了 这个理由 我到今天来讲 我都一直耿苟于怀 你觉得是 你选鲁玉 是因为鲁玉能够给你安全感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一个极恶如仇的好人 我也是一个记仇的好人 今天 我是来欣赏的 你希望我给你个预测 好 我觉得黄小胖 必须要走到最后 小胖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些男人啊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喜欢花言巧语 等到最后关键时刻就反水了 我告诉你到底谁是真正支持你的人 是你讲完以后 我们三个人投票的时候 谁是好人 谁不是才看得出来 所以不要开心的太早 小胖 你现在心情不能够跟着他们的那个话 祈福祈福 不能这样 好 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怎么办 看小智老师 来呼吸一下 来小胖 准备好 你说 我们听 丢弃还不错 追求就喜欢 听勇敢追梦的台湾女孩 广小汉说 再不行动 就老了 我是一个化妆师 化妆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 可以每天跟明星相处 可以开口辟口都是奢华的品牌 可以每天穿得光鲜亮丽 可是对我来说 化妆师只是离表演最近的工作 没错 没错 我想当演员 可是我爸妈反对我考艺术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跟演员最近的工作 化妆师 有一天 有一个演员他非常的漂亮 可是 死老背不住 恩基了二十几次 他就说 好累哦 演戏好累哦 都没有得睡觉 所以我才背不住嘛 我就看着他那张 很小 很精致的脸 如果我用你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牺牲所有 只换来你这个机会 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你知道原来梦想这个东西 它只是被压着的 它不会消失的 你知道化妆师在开片现场 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他们是非常牛的 他会说 很多人会对化妆师说 老师这边请 这边请 这边给你化妆行吗 可是林燕呢 临时业员是 你啊 就是你 看后面啊你 你 从那边走过来这里 请问一下 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呢 废话这么多 你就是从那里走过来这里就是了 林燕 就是在现场被忽来换去的 甚至连剧本都够不到的 可是我好爱演戏哦 我就在想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 我会骄傲于在别人眼中风光无限 还是骄傲于我会勇敢踏出那一步 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生就活这么一次 再不行动就老了 所以我就行动了 我推掉化妆师的工作 我专心去找表演的机会 我四处碰壁 你好 我是黄小胖 我想演 你 不好意思啊 你太老了 你太矮了 对不起啊 你不够有名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在你们眼中 你或许还不好意思说呢 我不够瘦 人家都跟我说 当演员很苦的 什么是苦 我连想吃苦的机会 我都没有 可是我熬着 我熬着熬着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舞台 她欢迎我 她肯定我 她需要的是平平凡凡的女孩子 她需要的是让个没有距离感的女孩子 她需要的是把心神讲出来 把不满讲出来 转换成笑话的女孩子 上一回录影结束 有个朋友跟我说 黄小胖 你也不用这样做见你自己吧 你还甩到你的拜拜肉 太委屈了 我跟她说 我站在这里 你们还需要我甩到哪里吗 我全身都可以甩到 不管几岁 行动吧 你会发现 心跳动着 人生舞动着 谢谢大家 小胖 今天讲得非常棒 现场有小胖的粉丝吗 有 谢谢 小胖 我必须要说 今天你的表现让我骄傲 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你的表现 就是惊艳 我终于发现 真正打动人的讲演 就是真情实感 我记得谁说过 说真诚是一把锥子 扎哪儿哪儿会出血 意思是什么 就是真诚的冲击力太大了 今天表现真的我也认为 飞跃的那个幅度非常之大 我为你骄傲 你是和堂弟 在同一个场地 你把堂弟 所以我当时觉得 要么你运气好 要么就是选择你的评委 脑子济水了 但我今天 我不得不说点心里话 黄小胖 我觉得你却有过人之处 你能活得出去 你敢想敢没 再不行动就老了 我非常热爱这个主题 因为我用我的实际行动 你看我 走出了世界五百强企业 做了个个头 对 我觉得这个题目 是对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来讲 包括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观众 去问一问 我们还有梦想吗 我们还有寄托吗 是不是所有的客观条件 都搭就OK之后 我们再去实现呢 完了 你老了 我觉得你选对了鲁玉姐 因为它让你 改变了你很多 很多真诚 感动人的 这种演出的方式 因为你为了你的梦想 坚持到底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 很多人 看到我去赛车 也是一样 怎么可能 这个小白的 你跑一赛车 怎么会有什么 这样的成绩 但最终 我也好不容易 也成功了 喜欢IT 很多人说 你又不懂IT 你怎么可能 做得成 最终我也自己 有了一个IT的公司 所以其实我很 很欣赏你对 梦想的这种坚持 再不行动 我们就要 就老了 老了 对 其实我觉得不是耶 我觉得再怎么行动 你也不会老 继续为你的梦想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谢谢 接下来我要把龙阳 一起请上来 你的好姐妹 是 来有请龙阳 再次登场 太棒了 接下来呢 鲁鱼导师 请开始你的选择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头开始疼 我不知道是因为 身体不舒服 还是因为 你做选择的时候 人就会头疼 是因为我念经了 好 你们的导师 鲁鱼导师 已经选好了 首先 你希望投票的那个人 是谁 小智吧 我 我投给 但我先打断一下 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你现在选的 和我们最后投出来的是一致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选的和我们投出的 直接进入第三轮 你喜欢 进入 我告诉你 此时此刻 我真的希望 他们都能够再获得一次机会 那你不会更难受吗 可能会 但是 但是反正我此时此刻 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有必要要 帮助鲁鱼 消除她这样的纠结 但是也可能我们做的 和结果恰恰相反 对 小智 好 啊我头疼 我也头疼 谢谢 你真是好人 我 我 不要看着我 我 我觉得 进步空间很大的 看到他的成长很多的 所以我选择 黄小胖 恭喜小胖 拿到了小智老师的建议票 接下来 就董哥吧 做了啊 两个真的都很骂 对 一开始我还觉得很难选择 因为我做了这样的预测 而且乐佳老师 对我这样的预测的违心性 也进行了及时的批判 我会把我给一票投给 龙鸦 恭喜龙鸦 也有了一票 最后坏人还是乐佳 乐佳老师还剩下你的那一票 我这一票 投给 王小胖 恭喜你了 小胖 恭喜你 现在是二比一的情况 所以说呢 小胖 无论怎么样 你是可以成功地进入到战队终极决选的 我必须要说 这个结果 真的是我此时此刻 愿意看到的 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 明天再说吧 反正我选的是 龙鸦 两人进下一轮 谢谢 恭喜你们两个 我刚才我们俩在聊 什么叫土星几率 我刚才我就是想 我说我希望他们俩 不管怎么样 都进下一轮 下一轮我纠结再说 那我觉得 我选龙鸦的话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 两个人都有机会进 这可能是我有一点点 作为导师的小私心 但是可能我下单的日子 会更难过 但不管了 你今天我舒服了再说吧 你真的希望这样的局面 我至少真的 我至少现在希望这样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所以我们要恭喜龙阳和小胖 同时进入到战队终极决选 超级演出家 本周周四周五连播两天 闪电侠们展开车轮大战 放心吧 缺你是一种我的快感 因为我就像在缺另外一个 我自己一样 谁能大获全胜 进入巅峰断决 你摔倒了 你自己不站起来 谁帮你啊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鲁豫导师战队第二轮的 鲁内对决 我曾经采访过 王铁城老师 他是表演大家 演周总李珍的神四 在生活中他有一个儿子 患有唐氏综合症 他对我说 我知道 别人看我的时候 心里面总会替我觉得遗憾 就这么一个儿子 还是这样 但其实你明白吗 作为父母 我从孩子身上获得的快乐 和为他操的心 流的眼泪 和别的父母是一样的 从小到大 我不用担心 他的功课怎么样 他考试成绩怎么样 他升学怎么样 我也不用担心 他会出去跟别人学坏 会进入青春叛逆期 回家跟我和他妈 一句话都没有 当然我需要操心他 天冷了 多穿衣服 喝汤的时候 慢一点别烫着自己 我不用给他存钱 买车买房 因为很遗憾 他这一生不会恋爱 结婚 给我生孙子 但是我必须要为他存钱 确保百年之后 他能够过有尊严的生活 没有一个生命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缺憾 但是我想那些缺憾 可能就是生命带给我们的 只属于我们个人的 特殊的印记 就像是在我的团队里面 有一个带有这样特殊印记的人 他叫李宁 他总是特别的乐观 幽默 会自嘲 这是他选择的 学会的 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也是他在这个世界生存的 有力的武器 看他有时候我真的在想 其实我们真的是挺一样的 生活挺艰难的 有的时候你帮助我一下 有的时候我帮助你一下 我们看对方的时候 不要忽视 不要轻视 不要歧视 只要平视就够了 所以这么一想 谁和谁又能差别多少呢 我想生命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每一个生命都很高贵 所以下面我们就掌声请出那个 很特别 但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李宁 好的 你们真正不可能运动运动的时候 你们才发现 这个东西 永远应该是属于你 李宁是我这个团队里 比较特殊的一位成员 那我知道对她来说 做菜是一件挺难的事 可爱你辛苦 好 我想的是我妈 竟然会给我做鸡翅吃吗 我现在就是想告诉她 我自己可以做鸡翅的 很安心 可能讲演你的死早是不是华丽 是不是工整 会有一些作用 但最终打动我的是 你的讲演是不是能够感染我 能够感动我 就像你妈妈做的可乐鸡翅 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那个味道 可能之间还在你的心里 所以就记住那个味道 做你今天的那个可乐鸡翅 你讲你今后的讲演就够了 可以 成立一副 为了反对 加油 李明 勇哥说你这是太帅了 太帅 第一次穿那么正式吗 对 现在很勒的 李明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女士二我 上一次你是跟黄小山一起演讲 我如果投票给了黄小山 我就想今天问问 你不怨我吧 你怨不怨我 那你看您今天是不是好人 好你要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因为你曾经离开了 鲁翼呢 又最后把你找了过来 所以 我觉得你 每走一步 到今天你都是非常幸运 而且鲁翼我记得不止一次的说过 说 李明 不会走得太远 我们老子说 但是你到今天还在 你希望我给你做个预测吗 不是 这个勇哥这么说呀 我不知道是该不该感谢的 说这话呢 貌似是 好听的话 但是几乎刚才三个人 他都都都这么说的 到底哪个是真的 为什么恶和不安呢 我所有的力气 都要用在 专心 听你讲 李明 你开始说 我们听 突破障碍 效对生火 经乐观率想伙的李明说 我和我的想伙伴 在我们国家呀 一共有 八千六百九十二万的残疾人 他们都是我的小伙伴 他们经历了很多 但是他们没有被困难 所吓到 依然 坚强 坚强 恶观 积极向上 而作为这个八千六百九十二分之一的我 今天 能站在这儿 我觉得 我自己 真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 我有责任 有义务 替他们 去说几句话 其实 我想问问大会啊 您觉得 对于我们这个群体 这需要的是什么 只有两个字 平常 比如现在啊 当时 招平会 你们都是企业家 我 和 乐嘉老师 我们两个人来应聘 您估计 等我人负有多少 我敢说 聊聊不及 假如说 呃 您 是一个女孩的父母 您能把女儿 嫁给我这样的吗 要是能多好啊 是吧 很现实 可能 很多人会说的 啊 你说的不对 为什么呢 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 他帮你们啊 捐款的 捐物的 对吧 是 是在帮助我们 但是 您真正 知道我们 需要什么吗 我给大会讲个故事 说 很久以前 有两只兔子 一只白兔子和一只黑兔子 一块帮一个农民干活 一切的活干完了 农民呢 为了感谢他们俩 每个人给了他们一筐萝卜 那黑兔子很高兴啊 背着萝卜回家了 但是白兔子 跟农民说 我不让萝卜 您能不能 给我一包 种子 农民 二号没说 把种子给他了 于是 过了几个月之后 黑兔子 萝卜吃完了 于是他又来找农民 要找萝卜 白兔子 也去找农民了 但是 他是去给农民送萝卜的 是他自己农的 萝卜 他要送给这个农民 那故事讲到这 外面大会都听出来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需要的 真的不是萝卜 而是种子 如果您今天 把种子给我们了 我相信 过些日子 你一定看见我们 能带着光 看见 放心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宁 跟上面两次相比 今天演讲的力量 是最重的 如果再用 上面两次的演讲风格来讲 今天的主题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今天的风格 讲今天的主题 很合适 你今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是 八千多万的 小伙伴当中的其中的一位 所以你看 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想 就是说 面对这样的条件 我们大家是否知道 你们究竟要什么 对 这我想 至少我 心中还真是一向 被问住 我觉得 我觉得李宁 你今天的整体体现 给我们大家 诠释了一个 现在我们也正在 共同追求的一个价值观 也就是 不做悲情的旁观者 而是一起携手走向未来 你的演讲 也许是真正意味上 李宁 我相信在超级演说家 这个舞台上 李宁 你也会创造你自己的奇迹 谢谢 另外 做快词 真好人 另外 我从一位父亲的角度 我相信你的父亲呢 也是希望你 能有一个自己的人生 希望你的人生快 是的 你父亲对你先前参加的比赛 还满意吗 很满意 满意到什么程度 满意到 没没夸过我 哈哈 嗯真的 他看完了撑死了是 笑一笑 其实他那天我说过 他不上意见表 但是他会 我从你心里会 应该会喜欢吧 你回家也没有问过他 是爸爸我表演的好不好 我疯了 这问一下怎么呢 我疯了 怎么呢 因为我问了他 海语说不好吗 你问他这么夸 你知道我是信的好 还是不信的好 你说我觉得 他不是安慰我呢 还在真的发文 那我又会就结了 来小智老师 我想说的是 李宁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一次的演说 不再是用那种 向身的方式 在说 而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也替你自己的族群代言 无论如何 都是很值得骄傲的 接下来我们听听 鲁玉导师的点评 哎呀鲁玉姐好惨 啊怎么呢 三个人都夸我 你怎么办呀 咱们俩之前一直说 说走到今天 每一步都当是转来的 是的 现在我还是这么想 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 是的 但是我非常认同 李勇刚才讲的一点 可能你的讲演 从语言上 没有那么的精致 没有那么的精练 但它可能更像 真正意义上的那种 原生爱的讲演 就是我有一个 想说的话 我对着一群人 就在那儿 讲我心里 想对你们说的话 讲我想表达的 那个意思 是我非常的钦佩你 这次选了一个 其实你不太擅长的 对你压力很大的 一个题目 就是你跳出自己 去关注你身后的 一大群人 其实你那么年轻 这样选你可能 太沉重了 但像你说的那样 你走到今天 可能人在不同的阶段 你要承担的责任 就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 你讲的真的很好 我就是会很纠结 是吧 但下一步怎样 要看李林的表现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 对手 是你队内的李林 是的 鲁毅老师究竟 会怎样推荐李林呢 鲁毅老师 我们听你说 我先声明一下 这个故事 的确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但是我想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高中三年 我都在暗恋隔壁班的一个 帅哥男生 高考前的 我终于鼓足勇气 写了一封信 向他表白 课间的时候 我在那个走廊上 堵住他 就把信塞给他 然后看都不看 转身就跑了 那个帅哥后来 高考之后 听说搬了家 他也去外地上学了 这之后 我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当然从来没有等到过 他的答复 然后有一天 我突然想到 我干了件特别傻的事 我写了一封信 但是忘了署名 没有留电话号码 所以我的初恋 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但事情真的很巧 大学有一年十一 正好放假 然后我的母校高中校庆 我回到学校 在那个走廊里面 特别巧 就碰到当年 那个帅哥男生 向我走过来 他看到我也愣了 然后特别兴奋地 冲到我面前说 真的是你啊 你这人真不靠谱 给我写了一封信 然后不等我有回复 你就跑了 然后不留名字 这么多年 我各种抽丝 剥茧 推理 终于查出是你 然后终于等到了你 那一刻我看着他 心头小鹿乱跳 然后他脸色一变 突然特别郑重地对我说 同学 这么多年之后 我要郑重地给你一个答复 我看着他特别期待 然后他说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的确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再见 他就走了 那一瞬间 我呆呆地站在那 然后心里特别崩溃的 我就想一句话 这么多年 你不告诉我这些话 你会去死吗难道 我发誓 如果这个故事 不是我听说的 我会相信 这个故事当中 那个帅哥男生 就是我们团队里的李林 因为他能太像了 非常非常像 李林是那种 只要有人在 他的话就特别多 特别密 所以每一次 李林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的心都是提到这儿的 我担心的 不是他的讲演 我担心的 他面对几个导师 因为李林是那种 特别个性张扬 用北京话说 特别嘚瑟的男孩 他见谁就想灭谁 我非常相信 如果不是我碰巧 成为他的导师 他也会想灭了我 那种很重心 因为我相信 这个舞台 会给每一个个性 张扬的年轻人 一个机会 人生很长 未来可能会有 大把的时间 有大把的人 等着去磨平 他们的棱角 其实李林有很多的面 他会在晚上 自己炖一锅排骨 第二天打包 到现场给我们吃 他自己不吃 看着我们吃 默默的 一言不发 非常得意 非常满足 我在想 过了很多年 很多年之后 李林是个中年人了 他会结婚 生孩子 可能体型也会发福 会有个大肚子 可能时间会改变很多 可能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的 还是那个个性张扬的 闪着光 扎着刺儿的李林 我们掌声欢迎 李林 李林 他的优点就是 他绝对不会让那个气氛冷场 他叫Logo 就有我口型Logo 弱点就是 他会把他想对你说的话 一股脑的全部都道给你 我特别想问乐江老师 您跟您爹妈也是 今天晚上我要吃红烧肉 是这样吗 所以他今天做的菜 我真的是很期待 我知道你是我们这里面 你唯一做菜比较靠谱的那个人 反正我就做一个让大家吃都很爽的 但是我跟传统做好 他一样 从始至今都是男人比较会做菜 做菜是表现了男人的控制 我这辈子不战斗在舞台上 就战死在糟台上 文如其人 其实菜也如其人 做得非常棒 很像这个人 当一个人表里如一的时候 这个人才是真正立体的 才是真实的 才是精的请你去琢磨的 不管谁胜出吧 谁胜谁负吧 我有你们就够了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后台就是 看到这个前面这些 比赛的场景的时候 作为观战者 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和感受吗 我不喜欢看 为什么呢 我今天 我说实话 今天特别不像我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一直情绪就在波动 为何而起呢 而且我的编导不敢给我打电话 不敢跟我沟通稿子 因为一沟通我就要崩溃 为什么呢 我可以说我的性格很张扬 用鲁一姐的话说是嘚瑟 但是在我上学的第一天 我的老师就告诉我 演员是一喜一怒一歇斯底里的动物 我可以对我的其他队的对手 跟他较量 跟他呲牙 但是我没法对我 对里那其他的三个人这样 我做不到 我觉得该呲牙呲牙 就跟一屋里啊 你说茶壶和这个板凳 都在这屋里 主人当然都是一样的心情 那就是客人进来之后 是口渴了 先奔茶壶 还是腿脚累了 要做个板凳 但我觉得今天 到了这个阶段的比赛了 什么类型的 都先放在一边 情感的真诚流露 该刺牙 来祝福一下李莲 我说实话 在思维老师之中 我不怕得个乐师和小智 我除了我自己的导师 我最喜欢的是你 我最欣赏的是你 为什么呢 跟大家说说呗 你说的那是三个字 在语言上要做到信 答 雅 无信而不立 无答而不明 无雅 而不上品位 对而不美 对 我真的是觉得你说的话 直撞了我的心灵 有很多人说 李莲你说的可能不是演讲 你是脱口秀 你是相手 重要吗 在这个年代里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被束缚的东西太多了 要我说的你们爱听 我就满意 吴玲姐我又咄嗦了 你叫李莲姐 为什么要把你放在后面吗 是因为 只有我的老师 还有我的父母之外的 你是第一个人跟我说 李莲 你可能会锋芒毕露 你的锋芒会扎到别人 但是你这个年纪 你就要咄嗦下去 因为在你这个年纪里 已经有太多人 被磨平了棱角 不会去咄嗦了 我也希望 我能一直咄嗦下去 二十年以后 还如此的咄嗦 那时候我可能就不是李林了 我就是李敖了 其次 你们看到乐师不了吗 不一直咄嗦的吗 已经变成评委了 说不定 我再咄嗦十年 我也变评委了呢 你觉得你刚才那句话 讲完我会很高兴吗 我没有觉得 另外很高兴 我有你身上的东西 我很清楚 但是往往 我们讨厌 跟自己很像的同类 是因为 我们太知道 对方的优点在哪 也太知道 对方的缺点在哪 我有的时候 说实话 我绝你是一种 我的快感 因为我就像 在绝另外一个 我自己一样 你很巧妙的吧 批评和自我批评 融在了一起 谢谢你 还得听你看 我家的脸色 不太好看了 下面就听你说了 好 财华横以个性张扬 听爱嘚瑟的北京男孩李林 有话好好说 超级演说家 这个舞台上 我来的主要目的 很简单 两个字 说话 说话人人都会 但是为什么要站在这 听我们说话 是因为 我们的话既要说的 能让你们明白什么意思 还要好听 最重要的是 做电视 还不让您各位换台 说实话 这太不容易了 所以 说话 是门学的 由于我工作的原因 每天很晚起床 老不吃早饭 我妈就无休止地叨了我 那天 我一起来 我妈 把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一杯牛奶 一杯橙汁 一包饼干 当时我就哭了呀 我那么困呐 我起来吃早餐 为了堵住我们家老太太的嘴呀 我妈 妈呢 糊弄我呢 我说您亲儿子 您就让我吃这个 我身上留的可是您的血 知道吗 你家老太太不紧不慢的 跟影来一句 哟 怎么着 少爷 这会儿想起来 您身上留的是我的血了 昨晚咬我那门本身上留的 还是我的血呢 哎呀我去 鸡月死我了呀 我现在才知道 我这种灵牙利齿 巧舌如簧 能把人噎死的这种功力 是来自于我妈给我的遗传基因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还有阅历的增加 当我们有了轻快的语速 优美的语音 还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之后 就真的算是会说话了吗 就真的算是 能用语言表达 一切情感了吗 不尽然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异了 大概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 孤儿寡母在我姥姥家居住 那时候妈妈每天中午去 单位上班 要带着自己做的中午饭 我记得很清楚 她那天早上又带我去上学 头一天夜里北京下了大学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我妈依然装上午饭 把我扔在自行车后头 骑着自行车就送我上学去了 骑到北京银定桥的时候 那是一个石制的拱桥 大理石的桥面 在下坡的时候非常的滑 我妈一捏杂 连我带我妈 就全扔出去了 当时好多人围观 我妈的病 没有过来哄我 她干的一件事是 把她摔散了在一地的饭盒 我记得很清楚 有火腿肠 脸巴脸巴连雪 带泥带我妈的午饭 就全都 全都塞进了饭盒里 然后把我扔上自行车 带着我就上学去了 这时候 整个过程 大家注意到了吗 我们俩并没有一句话的交流 但有的时候说话的那种交流 真的能够重要吗 很多年以后 我妈妈把我抚养成人 她自己一个人过着 不管她有多难 情感上的工作上的 她都没跟我抱怨过一声 但是前两天我妈给我来一电话 说儿子啊 我跟你聊会儿天呗 我说聊呗 能聊出什么来啊 那当我妈把电话 拿起来 开始跟我滔滔不绝地说那一刻 我傻了 我从来没见过我妈那么脆弱 也从来没有见过我妈那么 那么无助 她说最近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 她实在是接受不了 平常那个巧舌如黄 零牙俐齿 八面玲珑的我 一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憋啊 我憋了半天 我跟我妈说了一句话 我说妈 甭说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还有儿子 你还有儿子 五个字 我觉得她把我能说的所有话 全都撞在里面 她比任何的零牙俐齿 巧舌如黄都有力量 我真的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人这一生 从生到死 需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学会说话 而学会闭嘴 听别人说话 需要六十年 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 有的是人会说话 有的是人会教别人说话 有的是人会去做 星座分析 性格分析 去教别人 但真的你就会说话吗 真的 你不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说的越多 却离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越来越远吗 我很困惑 我很苦恼 因为我觉得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要学会 有的时候闭嘴 我的闭嘴不是说不说话 而是说用心去听别人说话 用心地去说自己要说的话 因为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声音 才是最有力量的 因为中国古人说的好 言 为新手 谢谢 你好 上之天文 下之地 你怎么那么厉害 我从15岁开始 就在先生们家里混 我爸爸从小没怎么管过我 妈妈一个人带着我 家里没有做这个行业的人 老师们告诉我 李林你要做一个 无不知而百行通的人 李林你要记住 意多了不压身 没有别人的那种条件和资源 你必须靠你自己 咬住了牙 牙咬碎了得往肚里面 胳膊打折了得往袖里寸 这样你才能活过来 第二个就是我姥姥 从小的时候 我跟我表弟生活在一起 当我表弟呱摔到地上的时候 家里人就会 啊 赶快起来 没事吧 当我呱摔到地上的时候 我姥姥说自己起来 我真的不明白 我姥姥为什么那么做 后来我长大 我明白了 我姥姥说 李林啊 你妈一个人带着你 没有人帮你 你自己摔倒了 你自己不站起来 谁帮你啊 姥姥的那句话 我记到现在 我姥姥没什么文化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言为心声啊 那是老人对我的爱 他没有文化 他不会分析 但是他爱我 李林一直是 一贯以来 使用的是轻快 润滑的语言 但今天 李林你真的有点大动我 我觉得你小子有点 认真了 这要感谢我的导师 也要谢谢鲁迪 老话说听话要听音 其实说话是有意味的 你说的对 闭嘴不是不说话 是用心去体会 有的时候也正符合了一种文学规律 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这样啊 咱俩赌一下吧 最后的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 我一定能见到 谢谢勇哥 谢谢李林 你的演说还是一如既往的表演非常好 改变了很多东西 多了很多的真诚 但是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东西 没有让我感受到很多的惊喜 但是也确实打动了我 坦白说我蛮喜欢的 谢谢小师哥 谢谢 多了师傅 我准备了两套版本 第一套版本很温暖 第二套版本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但是我只准备讲一套版本 请你告诉我你选择哪一套 我说了这些人里头我最像你 那咱们还是选择对我有帮助的灵牙力齿版的吧 你凭什么界定对你有帮助的就一定是灵牙力齿版 各位师傅您把灵牙力齿这个词给曲解了 灵牙力齿并不代表尖酸刻薄 灵牙力齿也是您对您把一种温暖很巧妙的传达给我 我只是不愿意再跟你辩驳下去 我没有理解错 我下面要讲我要讲的话 我不能确定你在演讲上面是不是天才 但是我觉得你在曲艺上面 才华横溢 你的临场反应的所有的选手里面最快的 我对你只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担心 你的心是善的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太喜欢成口舌之快 有的时候会给你自己带上一些不必要的枷锁 我发现人们很容易把两个词给混淆在一起 第一个叫真实的自己 第二个叫美好的自己 人们为了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就认为自己缺点的那个部分也是好的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训练 做到既真实又美好 我多么希望你的美好的那个部分 在未来能够更加多的大放异彩 但是与此同时能够把刚才那一点点 但是看上去很小 但是很有可能给你带来不必要麻烦的地方修理掉 我认为你同样可以做一个像现在这样 个性张扬 富有魅力 才华横溢的 李丽 谢谢老师 谢谢 笑品吗 我没有他的才华那么多 他才华比我强 天性的丙赋比我好 乐师 我真的是 我会认真地接受您的意见 下来这次节目有机会 王乐老师给我用他的性格色彩学测试 我到底是什么色的 我是不是彩虹色 因为太夸了 但是卢一姐真是 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在我家人和老师之外跟我说 李临去做你自己吧 我谢谢你卢一姐 谢谢你 但是我觉得刚才乐家老师说那句话我也特别认同 就是你得做你自己 但是你要保护的做自己 你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不能踏上那个征途之前 你先自己折了 没有这个必要 我明白 但其实你们不是在改变 你们是把以前不肯让人看到的 你们内心的那些东西让我们看到了 因为我们做演员跟各位做主持人不一样 我们永远是戴着面具去试人 我不希望把我自己展现给大家 那个脆弱 那个无奈 那个从小缺少父爱 甚至有一些恋母情节的我展现给大家 但是已经来到这了 你用你的心来换我们 姐我们为了你 我们就豁了 真的 我真的要帮你 我完全明白他跟小炮 今天在这舞台上 不是 我不是舞台剧演员 我不讲脱口气 我讲我自己 那个勇气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明白的 一般人就已经不容易了 作为演员可能那种不安全感会是加倍的 但是敞开一点之后会觉得舒服一点吗 还是会更难过 不会难过 会觉得释然 不管你们花多少钱在剧场里头看到我们的演出 那是李林和黄小胖塑造出来一个在舞台上的李林和黄小胖 而今天这一刻你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真实的我们 真的 OK 谢谢几位导师的点评 接下来这个环节 那么好吧 就有请我的对手 也是我从15岁一直玩到大的兄弟李林上场 有请李林 他们俩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意味着几位导师 你又将面临一次非常艰难的选择 首先要投票的是你们自己的导师 如意导师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会把我选择的那张代表选择的牌放在我的胸口处 那是我选择的 好的 不管我选谁你们都会明白 好 我做出了我的选择 接下来先听谁的还是由如意导师你来决定 那家 我吗 我投给 李 李 李林 恭喜李林 拿到乐嘉老师的一票 那就勇哥 李永老师 我就说我这好人 你是给我压力 没有没有没有 是您自己说的好 对 我真的是一个好人 再大的压力和后果都得你来扛吗 或者你和你的团队们一起来扛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叫其他的演说家他叫超级 就是人和人自己挑战自个那就叫超级 你看他们俩啊我就感觉呃就像是一对相儿演员在舞台上一个逗跟一个捧跟哎 乐嘉很聪明 他没有说任何的原因他就说他就选择了还好谢谢鲁玉啊没让我第三个哈哈哈我这条投给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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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两票了 小智老师 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选手的 我都很希望他们走到下个阶段 但是我投给李林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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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一的情况也就是说三位导师经过你们的投票之后李林暂时是胜出的她可以进入到战队终极决选当中当然鲁玉导师手里的那票非常的关键如果也是投给李林的话那么李林就被淘汰了当然如果是投给李林的话那么你的四位学员将同时进入到战队终极决选 鲁玉导师 我不知道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更容易的还是更难的很能记得但是此时此刻这是我的选择 我选的是 李林 恭喜李林 恭喜李林在是安全 所以你们可以暂时休息 跟黄小胖和龙阳一起好吗 我先下去 你有多好啊 李林 是我把你回来又找回来的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又往前走想法是会越来越多的 其实到后来我是有一些想法的 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团队终极决 是有占助的 我觉得他们三个实力确实强引我 但是对我胜利是属于我们六个人的 不是他们一人的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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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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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快乐尽量快乐 别跟自个儿交劲 不过瘾 把我自己想说的都没做错 我觉得我跟你关系 相比我的优势是在于 我能够去想方设法的 把一件让你心情不好的事 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发现它 如果您今天把种子给我们了 您一定看见我们 但是果实不看见的 放心吧 我非常的钦佩你 下来之后我发现 这还是有一个牵挂 方面不管谁下来了 我还一起拉着手 在上面给我们加油 OK 黎阳 黄笑胖 李玲 进入本场战队 终极绝选 三位选手必须在90秒钟 规定时间内 完成导师指定的演讲题目 最终由吴玉选出 唯一一名队员 晋级超级演说家四枪 放慢你的脚步 超级演说家 本周五 决赛巅峰对决 谁进入决赛 让乐嘉导师 如临大帝 我有一个好老板 人党杀人 鲁豫队内终极绝选 答案即将揭晓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更加精心动祸的 战队终极绝选 让我们掌声有请 黄小胖 龙阳 李玲 再次登场 闪电侠 你好 闪电侠 闪电侠 有余生 还有我是吧 那首先要有请 鲁豫老师 给出你这一轮 所设定的情景 假设 我是你们的老板 你们三个 是我的雇员 那现在呢 我有一个加薪的名额 你们三个 要分别来说服我 把这唯一的 一个加薪的名额 给你 每个人有 90秒的时间 好的 第一位登场的学员是 龙阳 有请 卢总 请允许我召您一声姐姐 就像当初 你从志尹集团 好人集团 光头集团 把我争取到公司的时候 那样 你对我说 看到我就像看到 当年的自己 就是这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总是让我觉得 我不仅是在 为自己干活 我在为你干活 我心甘情愿地 为你干活 谢谢 可是呢都说 谈钱上感情 而我把你当家人 都这么大了 怎么好意思 像家人要钱呢 可是我还是想说 加薪这个事 真的挺难的 那加薪加的是压力 有了这份压力 在接下来日子里 我得更加感恩戴德地 去工作 我可能没时间谈恋爱 没时间陪父母 没时间结婚生小孩 都说30岁了 还不生小孩 那就是犯罪 可是为了你 我愿意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愿意做这个坏人 坏了我一个 幸福全公司 所以我想 不要林加薪 不要林加薪 请给我加薪 谢谢 谢谢龙阳 请回味 第二位学员 黄小炮 请登场 老板 您穿衣服用的布料 跟我穿衣服用的布料 我明显跟您比较起来 用的多太多了 所以呢 我想要请你给我加薪 让我有好衣服穿 想要请您帮我加薪 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我可以在回台湾的时候 跟大家说两句 说我有一个好老板 可以夸个口 给我加薪 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老板 您好 老板曾经说过 很喜欢我 可是你知道喜欢一个人 要有具体的行为啊 你一直说喜欢我 可是没有具体的行为嘛 那就是加薪 然后我没有提到钱的部分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要的钱也不多 就是你平常吃饭的时候啊 的那个 省下来的钱 我来就好了 谢谢 谢谢 时间有限 好 接下来第三位学员 李琳 请开始你的演讲 姐 我听说在公司有加薪 其实这个钱您加给谁无所谓 后头占这两个人 一个是我师妹 一个是我辞弃 所以您加给谁都无所谓 但我只说一点 请您考虑我的实际问题 因为女孩子还可以嫁得好 但我只能干得好 我别无退路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不太擅长做饭 从前头咱们工作已经看出来了 但是你有这个弟弟 肩爪烹炸 闷顿 溜凹 川鲁 苏月 什么都能来 你加点钱 省一厨子 你赚多大呀 对不对 第三个 你也知道我这人嘚瑟 在公司里 我有嘚瑟的能力和本质 虽然其他的公司的人和老板 我都很尊重 但是我就敢说这话 如有人犯我疆土 长发的来灭 长发的 短发的来灭 短发的 没发的来灭 没发的 没关系 为了你 咱们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不要紧 但是钱 我希望您加 因为我有房贷 我因为我要给您娶弟妹 但是最后我要说一句话 如果不加 也没事 因为这是我家 只要您管饭就行 谢谢 谢谢 咱们先听听其他几位老板 感觉如何 李老板 甭管是在当下现实生活当中 公司里面 职场当中 还是在江湖里面 总而言 就是这个大江湖 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的江湖 作为一个男人 真的很难 刚才我们这说完之后 你讨要怎么样 必要性怎么样 几乎不住了 非要给出一个老板加薪的指标的话 我给李林 谢谢龙哥 谢谢龙哥 听听 林总 林总 林总您是自己有买卖的人 这已经有话可说 他真的是老总 不是不是不是 小智老总 没有没有 我喜欢呢 一般加薪啊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 一定是要值得 这个人值得加薪 这个人对公司 有这个向心力 而且这个员工最重要的 是能够去帮助到公司的业绩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 我如果会加薪的话 我会加给龙阳 他给龙阳 这个老板 我无法判断 你们的鲁老板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只能讲 对我这种人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能会有效 小胖的方法无效 因为小胖你用了威胁法 但是撒娇法吧 我觉得 撒娇 你想撒娇 但是让我感觉你在威胁我 龙阳那个时代撒娇 龙阳的这个娇 我都撒娇完了以后 我的心当时化了 你当时撒娇完了以后 我觉得你在要求我 好像我的小辫子被你抓住一样 我恨不得把你给砍死 但是龙阳讲的有一句话呢 也让我有一点点不爽 你说你心甘情愿的为我干活 我坦率告诉你在我的公司里面 我的员工告诉我 他心甘情愿的为我干活 这个话我是不要听的 我认为每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面干 首先你自己可以得到个人成长 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他说他是为我干活 这种话听起来的话 我压力会很大 我是不喜欢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干活 李林刚才在最后 也有一个狗尾虚雕 因为刚才你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最后的结尾 但是你前面给的逻辑的理论 道理非常好 直接拿出事实讲道理 所以如果一定要比的话 小胖那个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龙阳和李林那个还可以比一比 谈清楚了没有 谢谢邓老师 我的选择只是我针对刚才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场上那九十秒的表现 因为我觉得比赛应该是宫廷的 之前的归零 从比赛那一刻开始重新起跑线重新开始 所以就刚才那九十秒钟你们三个人的表现 我把你关键的一票投给 李林 谢谢你 恭喜李林 成功进入超级眼修家四场 终于是四场一个绝对 今天我就算超级眼修家把话说出来 我三十二岁 我觉得应该像是把自己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做到我的目标 我很漂亮 看我 我很漂亮 看 我很漂亮 看 我吸取了 我进步了 就是我要的 这是个 这不过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学到的表演才是在我身上的 你们还是要我甩到哪里吗 我全身都可以甩到 谢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 把话说出来的黄小胖 我是超级眼修家黄小胖 开心就笑 难过就哭 不爽就骂 怒了就吼 简直女汉子肚里能打低啊 有没有 我觉得她是演说的比赛 我不会那么的看好结果 我会更在乎在这个比赛当中 又给我注入了什么新的能量 你心甘情愿的辅助 你会发现那些快乐 那些幸福 都会接踵而至 都会围绕在你的身旁 因为他们本来就一直存在 她让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会有一个满满的学习计划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一一去把他们都填满 所以确实是说 这个比赛带给我的是接下来的学习目标的计划 你要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会有一个人 她会穿越茫茫的人流 怀着沉变变的爱 和满腔的热情走近你 抓紧你 只是你要等 你今天表现得超乎我的想象 卢浴姐 真心谢谢你 在告别的时候 你抱着我说 我很想 希望这个比赛 给你带来新的机会 我相信一定会有的 哪怕今年不出现 明年肯定会出现 只要我努力 而且我们说好的 回家微信圈 别办 至此 超级演说家四强 全部诞生 他们是奔色战队 威气痴狂的小演员 崔永平 永乐会 失踪天使 曹清婉 速度与激情 90号演讲小王子 曲豪杰 闪电侠 铁齿铜牙的快嘴女营 四强相遇 谁能说到最后呢 超级演说家 冠军之约 让我们好好欣赏 未来越紧张了 四强相遇 我要向你们认输 不是令王 神经病 这是骂人了 唇枪手战 真有自己 有感动到 觉得非常完美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闭嘴 面对后人新鲜的挑战 渴望赢得胜利 非常的好 爽啊 毛骨素的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脱脱的 你是一个天子 重压之想 谁能突破重重极限 说到最后 明晚同一时间 足定安徽卫视 超级演说家 总决赛 巅峰之战 即将上演